欢迎回到新闻现场 一般科学游戏常见的水火箭竟然可以变成的救灾利器 台中市有一位易销张仁忠 他八年前开始玩水火箭 希望可以有低成本的水火箭取代昂贵的抛神枪 但始终没有办法精准的控制方向 去年他确诊罹患癌症 但还是边治疗边研发 终于成功而且申请到专利 空气加压扣下板金水火箭变身抛神枪精准设向目标处 神枪手是他52岁台中市一销张仁忠 18岁又加入疫情行列 经常参与救灾任务 八年前开始玩水火箭 灵机一动希望能以低成本的水火箭 取代昂贵的抛神枪 却始终无法精准控制方向 去年确诊离癌第四期 他没有因此沮丧 而是更积极把握时间进行研发 一年多来一共射出两千多发 终于找出重要关键 飞行就变得比较好 是因为我们的尺寸它是同一的 改善它为一流角度 太轻它会飘 后来我们在前面加上那个细细舱 全都越飞越好 水火箭抛神枪和制式抛神枪做对比 重量不到制式的一半 成本低只要5000元 射程上虽然较短 平均有效射程只有60公尺 但在使用上更为简单操作 既然要做就把它做到可以实际运用 我们就希望它能用最便宜的方法 得到最好的效果 历经一年多的研发 水火箭抛神枪已经成功取了专利 虽然没有实际上场救援过 但张仁宗相信 未来在救援上一定能发挥最大效用 接下来我们下红千铭 台中苍不倒